今天呢是第六比赛日 在较早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这个男子双打和女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 下面这个时段呢是比较好看的单打比赛 单打的签表呢人数比较的多 128位选手在男单和女单的签表当中 目前女单的速度比较快 打到了四分之一决赛 让您更好的收款和了解比赛呢 今天呢在北京的演播室 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 也是前乒乓球的世界冠军 目前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研 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的这个副教授 刘伟女士跟我一起来陪伴大家收款比赛 刘志导好 童老师好 那么刚才呢我们说了 这个今年的这个视频 亚锦赛呢应该说是来到了中国 第五次来到了中国 可以感觉到现场的观众是非常的热情的 这个亚洲的乒乓球水平呢 代表着世界最高峰 不知道刘志导你看到前几天的比赛 现场的观众 他们有点像看娱乐这个节目一样啊 把这个球员的名字打在手中 然后标语牌 还有各种的像什么小荧光棒 这样的一种玩具 来表达他们对自己心目当中偶像的这个热爱 那么你感觉这些年来中国乒乓球在推广的这个道路当中呢 都有哪些经验可以值得跟我们大家分享呢 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中国这个国球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吧 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要感谢领导的重视 球迷的关注 还有还有这个咱们国人们对这项运动的热爱 我一直在说我说中国的乒乓球就是在中国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金字塔形的 由于这个下面的这个基石比较比较多 比较稳重参与的人数多 所以说这些世界冠军们中国乒乓球队 在那个塔尖上它才能做得如此的稳定 而且我也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呢 今年的乒乓球队刚刚换届 他们来参加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这些教练员 都是曾经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球员 很多的世界冠军呢 走到了这个教练员的岗位上 除了球员本身呢 教练员的魅力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个比赛呢 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中国呢 一共的是派出了五位女子选手来参加单打的比赛 在前面呢 他们打的这个应该现在是第五轮啊 但是因为都是种族选手 所以首轮轮空 这是他们的这个第四场的上场的比赛 所有的选手呢 都是顺利的晋级了 但是因为分组抽签的关系呢 舞阳和朱雨林他们是分在了一起 所以呢 这个孙孙季节赛当中将会两位中国选手来对决 我们为大家选拨的这个比赛呢 是中国选手丁宁对阵日本的平衍美女 和这个朝鲜选手崔炫花和刘诗文之间的对决 那么关于这一场比赛呢 刘诗导之前也就说了啊 说这个应该说是进入到非常好看的阶段了 对于首先 丁宁即将登场对阵日本的这名小将 这场比赛的看点会在哪里呢 平衍美女是去年由于丁宁和刘诗文的缺席 他成为了新的世界杯单打的这个冠军 在他16岁的时候拿到的 也是比较在日本是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回去之后炒作的很厉害 去年呢 他也参与了中国的拼超联赛 在拼超联赛当中呢 他跟丁宁有过对阵 应该丁宁还是很轻松很很很那个 很轻松的就把他拿下了 但是随着我一直这么说 因为日本日本队的这几名小将都非常年轻 我们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他们 他的经验在不断的积累 他的优势在于他的锐气和和他的冲劲 所以说这场球呢 他日本队肯定是全力以赴去拼丁宁 那么作为丁宁来讲 应该说还是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应该说这场球还是问题不大的 这就是我们从前方看到的一些画面 等一会儿呢 在这个比赛的转播过程当中 势必还会看到很多举着叮咛的 名牌的这些球迷啊 其实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位 国家乒乓球队的运动员呢 都有了自己的粉丝团体 这些今天的粉丝来到这个无锡体育馆 都是有备而来的 而且呢这个目前呢 中国几代人几代乒乓球人做出的努力 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 已经使乒乓球运动的推广呢 他不仅仅是教练员球员首相 包括我们现在演播室请到的这个刘伟 还有等一会儿呢 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担任这个解说评论嘉宾的邓亚平 这都是超级巨星哈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大家每个人都是在中国乒乓球事业的推广道路当中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螺丝钉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赛场的成绩来看呢 其实女子单打呢 在亚锦赛上面呢 应该说是成绩一直非常的出色 前面的22届比赛里面呢 由中国选手所获得的这个女单的冠军呢 一共是有18位 这项比赛的未免冠军呢 是朱雨玲 而今年参赛这个刘诗文呢 也是2013年 21届在韩国釜山的这个亚锦赛当中的 女单的冠军得主 那么刚才刘伟指导也说了 平野美女呢 是非常年轻的一名小将 整个的日本队 这次都是派出以高中生为主要的这个班底 而且他们属于一个上升的阶段 那么丁宁目前跟平野美宇之间的这个较量啊 除了在技术层面上 她是应该是领先的 在心理层面上 她也没有让小将有任何的这个突破感 或者是说这个心理上面的这个成就感 那么她对于这场比赛来讲 应该是胜算会很大吗 您觉得这个五局三胜的比赛 会是一面倒的局面吗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首先打比赛之前 大家都知道要分一个输赢 但是何为赢 是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话题 就是今天这场球不是说 丁宁三比二把它拿下才叫赢 而是通过这场比赛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奥运周期 三年半之后 也许在东京还要碰到这位这个小将 那么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就比较重要了 那么今天呢 我觉得不是说要赢他 而是要从心理上击败对方 这才是我们所要的局面 刚才呢 在这个刘日导讲话的过程当中 观众朋友看到的是 今天的比赛的这个日程 其实呢 这个单打比赛到现在为止 虽然只是四分之一决赛 或者是八分之一决赛 但是呢 这个出赛的都是重量级的球员 在两场女单比赛之后呢 还有这个许新和张继科的单打的比赛 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好了 大家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这样有CCTV5的客户端的时候呢 就可以采用多视角VR的直播技术 从中国球员的这个视角 来看待本届的亚平赛 好了 观众朋友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把现场啊 推到这个无锡的体育中心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是在中国无锡 无锡体育馆为大家现场直播 第二十三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现在已经到了女子争前四名的单打比赛了 大家看到现在出场的是中国选手丁明和日本选手平野梅雨 为了更好的介绍比赛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四次奥运会的冠军 十八次世界冠军的邓亚平 跟我一块为大家解说比赛 亚平你好 大家好 蔡老师好 你对这个丁明的印象是什么 丁明呢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成熟 从这个这一次的这个进来的一些比赛 一系列的表现吧 包括特别是给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去年在纽约的奥运会 成功的这个夺回了 他自己的这个第一个奥运的冠军 实际上了大板冠 对 那么尤其是在四年以前那场球的西败 我相信对丁明的这四年来讲 过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多余能源都知道 尤其是大赛 如果说在这个重要的场次上输了球以后呢 他真的是要记一辈子的 所以呢 这个四年以前的那场球 到去年的礼约能够赢回来 我相信这四年过起来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最后能够战胜自己 又战胜对手 我觉得是很棒的 好的 我们先看比赛情况 等一会儿呢 我们在期间 请戴亚平为大家多说一说 有关他对技术啊 对战术啊 对运营的意志品 这等方面的评论 好 现在我们看比赛 现在是日本选手 平野梅宇发球 平野梅宇今年只有18岁 她的目标是世界冠军 和世界女子单打双打冠军 丁宁呢 比平野梅宇是大了九岁 这也是由于日本队啊 在2020年的奥运会 他们断代工程 就直接从小孩培养 这个平野梅宇也是其中之一 1-1 加油 加油 那叮咛的爆发呢 是在6年以前的 2011年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她获得了单打的冠军 从那之后 就跟她戴亚平讲 经历了这个很复杂的过程 最终在2016年的 领约 圆梦 实现了大满贯 亚平丁宁的那个 下针坎式发球 你看现在她不用 到关键时候开始用 你觉得这球有什么特点 因为相对来讲 做这个坎式发球的 运动员比较少 因为也是可以说 是丁宁的一个特点吧 明白 一般来讲呢 我们喜欢发这个 侧拳球 就是左侧 那么她这个球呢 是右侧相当于 是逆旋转 逆旋转的 而且呢 这个发球呢 对于运动员来讲 尤其这个丁宁 个子比较高啊 那么其实是蛮困难的 因为她又要蹲下去 她还得马上 训绍站起来 要接第二板球 其实对她来讲蛮困难 其实我当时打球的 我有一套发球 也类似像这样的 这个坎式发球吧 但是我肯定比她 是要站起来快一点 因为我没有那么大的幅度 是的 那么对于她来讲呢 当然这是一个特点 所以说这种球的话呢 一般来讲 比较有特点的发球 那么尤其是 对手接的不是很多的 这种情况下 一般会藏到 比较关键的时候使用 因为对方一个来讲 他接的不是很多 他就不是很适应 是的 那么这个就作为一个战术的使用 作为关键球和关键分的时候的 一种扰乱也好 和是得分手段也好 所以这个时候 这种球 发球是牵动了整个战术的 一整套的这个出现 所以这个球是一定是 放在关键时候才会使用 不管是出奇之胜 还是说我作为一个扰乱 它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没错 等一会儿到关键球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啊 刚才战亚平说这个叮咛的下蹲砍制发球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为了更好的让大家观看比赛呢 中央电视台 特别是独家多视角的VR直播 给我们观众带来美好的体验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双重观赛这个方式 就在我们ZTV的客户端 精彩赛事同步播出 希望大家有快乐的体验 8比2 叮咛发球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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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平野梅宇刚18岁 比叮咛小9岁 也显得嫩一点的感觉 是吧 对 对 整体感觉上来讲 实力还是显得担保了一些 但是也可能是第一局刚上来吧 这个可能对整体的场地的适应 包括这个进入比赛的状态 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从整体实力来讲 我觉得它肯定还是相对来讲要弱 这样第一局呢 叮咛日以11比3取得了胜利 我们请邓亚平给大家点评 作为年轻的运动员啊 这个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很多的失败的 这样的一种教训 但不管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运动员 他的每一份球的处理 还有包括他的这个意志品质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今天这场球呢 丁宁呢 我觉得在目前为止 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 因为整体的水平悬殊比较大 那我觉得只要丁宁正常发挥 然后呢 把自己的状态呢 逐渐调到最佳 因为这才到8禁4 这才到8禁4 后边还有好几场重要的比赛 所以呢 我想呢 正常打就可以了 你看今天啊 给丁宁指导的孔灵辉教练 曾经你和他配过双打 对 你跟他配过混双是吧 对 你觉得孔灵辉他就是那个时候 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现在他当了一个教练 你有什么看法 小灰其实是技术非常全面的一个运动员 那么从他的打法 从他的这个正反手 就所有这些球 包括相吃的能力 抢攻的能力 真的是非常优秀的 非常优秀的一名运动员 所以我相信他当女队的主教练啊 能够让我们的女队的队员啊 更加趋于男性化的这样的一种发展 因为小灰的确实在他的打法风格上面来讲 是很全面的一个人 那么又打到顶峰了这个状态 所以我相信对我们女孩子来讲 整个打法的积极主动性 会有很好的一个调动 没错 孔正辉是1995年 是平赛拿的男单冠军 对 2000年悉尼奥运会拿的奥运冠军 是吧 刘国梁是96年 对 亚特兰大拿的冠军 对 很全面 小灰很全面 没错 96年你也是拿的奥运冠军 对 92年巴斯罗那你也是冠军 对 单打和双打 单打和双打 那时候都是和乔宏吧 对 双打 乔宏了被乔宏 好 现在平野梅宇发球 在前两天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中 当时呢 这个中国队和日本队相遇 平野梅宇当时碰到了中国选手刘诗文 在第二局 刘诗文8比5领先的情况下 平野梅宇逆转 最后呢 取得了一局的胜利 最后一比三 取得刘诗文 关键他现在比丁宁是小九岁 比刘诗文小八岁 所以这是 在这个年龄段里头 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 亚平现在都说这个日本队啊 成了中国的主要对手 主要是在2020年 东京奥运会的时候 对我们威胁很大 你怎么看 任何一个国家在筹备奥运会的时候呢 作为一个奥运周期啊 他都会提前 没错 那么一般来讲 我们在筹备奥运周期来讲 就是四年的周期 那比如说去年里约打完了以后 从今年开始要准备下一届奥运会的整个队伍 梯队的建设 是的 和我们的运动员的这个选拔 没错 那么这四年当中呢 就是有一些肯定是有一些 大致现在看起来有苗头的 这些地区队员 年轻队员更加的加重培养的这种力度 那么呢 对于成办国 那么他会拉长到他的一倍 就基本上因为我们成办一届奥运会 是需要七年的筹备时间 是的 七年筹备时间 所以七年的时间里头 对一个国家来讲 他会拉长这个 这个选拔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周期 是的 那么 日本队毫无疑问 现在做的所有的准备都是2020年 那么你看他现在上了一批非常年轻的队员 他要给他的年轻队员足够的锻炼时间和培养时间 这可是任何一个成办国 大致都会这样做的 是的 我们自己中国队也是这样 包括像我们在这个零八年奥运会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我们的体操 体操队就把我们的这个就拉得很长 比如说我们体操可能他女孩子能够出成绩的岁数 大概十六七岁十五六岁这个样子 那么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在七八岁八九岁这个时候 就基本上要订苗子了 要推到这个程度 是的 那么像包括这个伦敦奥运会 英国这一次是一军突起 一军突起 一二年他的成绩非常好 那么导致了一六年奥运会 他居然排第二 那就是因为他把他的周期拉藏了 他培养了很多的年轻运动员 虽然他一二年没有最最出色 但是他后发的力量又出来了 所以他一六年 既然超过我们 取得了这个响牌输的第二名 是的 所以他这个还是金牌输第二名 还是很厉害 所以一般来讲 陈半国都会把自己的这个选拔运动员 筹备奥运会的周期放在一起 所以你像平原梅雨啊 到那个时候才二十出头 对 但是丁宁他们呢 已经有三十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这个准备 对我们来讲的压力就在这 你看这个 是 第一局丁宁是11比3取胜 第二局现在呢 稍微比分拉得近了一点 现在6比9 平也没雨发球 漂亮 他的速度看来比丁宁要快一些 博杀吧 还是我是觉得他总体来讲 还是一个博杀球 但是呢相对来讲呢 我觉得他的球呢 实力还不足 是的 实力不足 还是就是 就是现在他可能博到几个 但一会儿可能博不到 他就结束了这件事 另外就为失误还是多了一些 是吧 对 现在9比7 丁宁发球 那现在孔灵会也是在 一次采访中讲啊 就是 现在要打造以丁宁为核心的 中国乒乓球女队 丁宁确实在技术 在意志品质 在整个的团队的团结方面 起了很重要作用 他这话有时候听不懂 你听得 整个日本队吧 给我感觉 就是 他还是想把自己的速度提起来 那么呢 但是呢 我觉得他现在日本队最大的问题呢 现在我看这些个女孩子 女队员 他的步伐都相对比较差 所以呢 只要丁宁把他撕开了 就会出机会 所以他 因为我看了一下 这个女孩子个子也不是很高 就像我一样 因为大家很自然 只要跟我打上来 就是说 先把他调动开 嗯 没错 然后打他的空档 因为你个子矮嘛 相对来讲 你照顾的面积 就不会那么大嘛 没错 那如果你的步伐再跟不上的话 一定会出漏洞的嘛 是的 是吧 所以我相信是这样 我今天刚才看了一下以后呢 我觉得品也很重要的问题 虽然他可能速度比较快 但是你只要把他调动开 撕开了他 他的机会就出来了 没错 所以我觉得 丁宁很重要 就是把落点打开 再找机会下手 好的 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比赛正在进行 9比8 来了 来了 下蹲砍着发球 来了 这是刚才 亚萍给大家讲的 在关键时候发 你看现在是9比10 很重要 这分非常重要 发球得了一分 对 这个在很大的程度上 给他心理造成了一种压力 他一下蹲 对方就害怕 因为他平常练得少 他不知道这个到底怎么接好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 就是关键球要用这种球 明白 现在平野美宇发球 这个是不是接的有点勉强 这个球呢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就正常起来 因为他呢 肯定会搏杀 但搏杀你也同时带来的 可能他会失误 明白 所以适当稳一点 是没有关系的 好 现在平野美宇也继续发球 勾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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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咛落会 现在十比十 叮咛发 下蹲砍是发球 还是 反手 漂亮 上台 现在最重要的先上台 就不要太凶 不用太凶 不需要 年轻运动员这个时候 心里比你起急 他谋 这时候稍稳稳一点 没有关系的 好的 他大不了 他搏一下 你扛他一下就行了 现在平野发球 还是勾手 这擦网了 擦网 没问题 就是很正常 就是 这发球呢是两种 就看这个处理球的方式 一种呢 上台扛他一下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呢 我主动的 给予更多的威胁 这是一种方式 这个时候呢 因为他抢攻并不是很凶 所以要上台 扛他一下就完 扛他 扛住他 就完了 加油 他打多几拍呀 平野就不行 他的实力没到 没错 所以不用急 上台上台 扛他一两下就行了 对 三四线 再连失误了 十二 十一比十二 对 扛住他 扛住他 不要随便给正手 这个时候 加油 随便给正手 他会搏杀的 因为这个时候 防任何球都很难防 那么这个时候 不要轻易的 除非你大角度 撕开他 这种一般性的正手 这个球是不好的 明白 现在丁宁还是准备发下蹲开始发球 是对方 丁宁 大家注意 还是发反手的 下蹲开始发球 得分了 刚才发了个上选 对方一下推过来 对 现在又来了个下选 质量还是蛮高的 没错 这样丁宁有一个局点 十二比十三 现在平野梅宇发球 接发球稍微加一点质量 加点质量就行 对 拨杀嘛 来扛住他 好 对 对 好的 丁宁最后呢 还是扛住了 多扛了两板 这样以十四比十二 就取得了这局比赛的胜利 我们请邓亚平给大家点听一下 对 我觉得就是 这局打得很好 这个就是在处理球方面呢 尤其是在十比八领先的情况下 吃两个发球是不应该 这个不应该 那么在这种跟年轻运动员打球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控制场上的节奏 特别要注意场上这个火猴的把握 该胸该稳 怎么时候有时候可以过渡一下 有时候我故意可以给你让你打两下 我防你两下 这个时候啊 就是体现一个有经验的老运动员 在场上的把控能力 那我觉得丁宁呢 到最后这几分球啊 还不错啊 尤其呢 这个坎氏发球 起到了效果 是的 这个8比9领先的时候 叫了个暂停 回来就得了一分 是吧 后边包括几个关键球 还是用了他这个坎氏发球 所以这个呢 就出 就这个 这个作用的呢 就是出奇制胜的这么一个效果 没错 那么反过头来讲呢 就是这个平野呢 我觉得就是 他还是放手一搏的这种感觉 出手的时候比较果断 出手也比较凶 得球 就是让我来讲 可能可打可不打 他打得很凶了 这种就叫搏撒 没错 那么搏到了 你很难防 搏不到 他反正输 因为他已经到这个份上了 他知道我跟你打阵地弹 是没有机会的 是的 他只有靠搏撒打乱你 他可能才有可能有机会赢 那么所以说 丁宁来讲 还是要 把他撕开 因为他的步伐不行 他尤其左手对右手 撕开他的正手 再回他的反手 这个战术一定是起效的 所以呢 然后打这个 多拍 扛住他两下就行 他的实力毕竟 还是相对 有一些差距的 好的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 邓雅萍的评论 好 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 现在评业美语发球 第三局 前两局 叮咛2比0领线 完了 刚才这个球就标准的 他给了他太舒服的正守卫 他要撕开他就好了 给太舒服的正守卫呢 这样防是不好防的 又来了 你看 给很中间的正守卫 让他站在那打 这个难度防起来 是蛮大的 尽量避免这样的球 你的意思就落点意识还不够 要大 要大 拉开他 把他撕开 好 一笔 开了 送 普通的正守球 不要送 给质量 给角度 才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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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央电视台为了更好的 让大家观看比赛 特别开辟了这个独家多视角的VR直播 希望大家体验 就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双重观赛 近在CCT5的客户端 精彩赛四同步播出 为了更好的让大家观看呢 我们除了请了戴亚平 谈日舞 在整个比赛中呢 作为我们现场的嘉宾解说以外 还特别邀请到了前市场冠军刘伟 和我们的主持人 童可欣 在前方 在后方进行评论 戴亚平在前面评论 刘伟在后面评论 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更多的 比赛方面的资讯 和我们这些世界冠军的看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另外我们导演组 现在也是注意到了各个球台的情况 然后给我们及时的观众呢 报一些其他场次的比赛 刚刚结束了一场比赛 就是中国选手舞阳 和中国选手朱毅玲 结果呢 朱毅玲是以3比0战胜了舞阳 进入到了前四名 这个角度打开了 对 大家看他这是丁玲的粉丝团 哇 这抽筷了 现在他俩我看有点 这个丁玲是以转至快 如果丁玲使上劲了 就摩擦住了以后 对方的快就受到抑制了 这局呢 这个谁从刚才那一局开始平野呢 慢慢的渐入加进一些 那么丁玲呢 这会儿呢 打得呢 有一点 这个战术 前面的战术啊 现在有点遇到了这个受阻吧 我觉得 那么所以他现在要 及时地调整一下自己的战术 尤其现在呢 他的命中率提高了 不像第一局上来 他自己乱丢 是吧 你可以捡他的球 现在你看他命中率很高 而且他质量球也很高 速度也很快 所以这个时候 你带出手回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质量 因为他在搏杀嘛 越搏杀的时候 你出球的质量 越要提高 那么这样让他 搏几个搏不到以后 他会又反回头来 打得稳一点 那这就会打回到 你的这个路向上来 你的套路来 确实像雅萍讲的 你看萍野在这一局 基本没有无谓失误 很准 打开了 而且很快 对丁丁的发球 他也不太吃了 习惯一点 换正手了 刚才下边坎式 都是用反手发 刚才改了一个用正手发 但是萍野接的还是不错 丁丁出于落后 现在要稍微改变一下战术 丁丁 你觉得应该怎么改 还是在发球 这一发球还是有机会 因为现在萍野相对来讲 打得比较凶 那么在控制球上 一定要更加严密 和质量要高一些 我觉得可以给他造成这个失误 擦边 这是擦边 今天萍野采取的方法就是搏杀 对 比平时要凶 凶 对 可打可不打的打 可轻可重的重 对 没错 年轻运动员搏这个老运动员 尤其著名的运动员 但是这种球呢 扛 他这个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打了 可能有些观众刚刚转到 中央电视台第五套节目 那现在我们正在 现场直播的 二十三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女子单打四分之一 丁临对平野梅宇丁临前两局 二比零领先 但是第二局 十四比十二勉强赢的 现在第三局 十八球了 现在九比十要暂停了 亚平原来你拿世界冠军 拿了十八次 那你拿了冠军以后 别的年轻选手也是会拼你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他们搏杀你的话 你怎么办 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的话呢 你搏我我搏你 对搏 这个时候呢 我的心态下来以后呢 他搏的时候呢 他一下 又 他还凭我呢 他又把他打乱了 他的心态 这是一种方式啊 就是你搏我搏你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你搏 我要更加的控制你 不能让你随便逮到 这个所以就是 有的时候呢 心里 这个跟我们的计战术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取决于我的心里 我是想跟你对搏呢 还是我先控制你 这是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没错 但同时呢 也要做好准备呢 就是你在控制他 更严密的情况下 同时还要扛他两下 你不能老是指望他 他搏第一下 他就搏丢了 他要都搏到的时候呢 对吧 这个时候你就给他顶两下 扛他两下 把他这个劲过去以后 他又得回来 哎呦 这搏了没管 不管用啊 这个时候他又回来 那咱就打稳一点 打成正常的套路来 没错 这个时候就过来了 这件事就过来了 这就是斗智斗勇 对 好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现在 现在常识比分 9比10 丁丁落后一分 直接起板了 这样的平远梅宇 就以11比9 取得了胜利 刚才我注意到了 丁丁很多的粉丝啊 都在关注这个比赛 其实我从他们的表情 可以看出来 他们看球是很高兴的 因为他投入了 是吧 他喜欢丁丁 又看他打球 打一个好球的时候 那真是由衷的高兴 是 那么亚萍 你那时候打球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 没有这样的 就是为了一个运动员 那么多人 跟着去看球 好像这现象不明显 是吧 也有个别的 那么你怎么看 现在我们球员 粉丝这个现象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对于球员本身来讲的话 是莫大的鼓舞 因为有这么多的 支持者 球迷 粉丝 到现场 在给他摇旗呐喊 祝威 我觉得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情 是的 我们没赶上 这样的好时候 当然了 我们那个时候 有很多的球迷 在电视机前 甚至于打完比赛 以后会给我们写信 我们的时候 是沉麻蛋 沉麻蛋 收信 就是表达 对我们的这种支持 包括甚至于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看到 比如说 给我们提些建议 或者甚至于批评 你这个球没打好 怎么怎么样 都有 我觉得都是 非常非常善意的 就是因为大家 对我们的喜爱 这种鼓励 鼓舞 让我们继续 能够往前走 没错 所以球迷 平时打球 健身 到关键时候 到现场 看自己喜欢的运动员 这是一种 生活质量品质的 一个非常大的享受 刚才我们也播报了 中国选手 马龙 在今天下午的比赛中 是1比3 赋予了韩国选手 郑上恩 这样马龙 就失去了 后面的比赛的机会 好 现在我们继续介绍比赛 叮咛罚球 对 扛他 对 站稳 扛他 这是对的 不要慌 你给他 封死他的线路 因为这个平野的正手 出球 基本上还是斜线多 斜线多 既然你喜欢给他正手 那你就给他 给他扛他两下 扛他的这个斜线就行了 站稳了 这个时候人要塌下来 站稳 扛住他几下 心态很重要 对 平野梅宇今天只有18岁 这个队员呢 到了2020年 日本奥运会的时候 应该是日本队的一个主力选手 他的球风比较凶悍 大家看还是比较凶的 对 速度是比较快的 你看 你变正手 一定要扛他 否则不要轻易变正手 对 正手呢 虽然不像反手那么稳定 但是正手呢 他飞起来以后 杀伤力大 还有杀伤力 另外变现 你不容易看出来 因为他这个整个 关节比较活 1比3 丁宁今年27岁 在6年前就拿了世界锦标赛冠军 现在他对丁宁的球也比较适应 是吧 嗯 那亚平 依你来看 丁宁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变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不能再打得这么保守了 尤其是在发球抢攻 这个层面上要加强了 不能再说 说我先拉过去 让他再打失误吧 不行了 人家都打到了 这个球是很难防的了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寻求变化 而且让自己在发球这个地方呢 就开始占主动 因为他的发球 从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可以 还有一定优势的 就是丁宁 那么但是呢 现在发球完了以后 这个跟板上上慢了一点 质量也稍微低了一点 所以要加强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就会好 还是要把自己的质量打出来 是的 现在平安没发球 勾手 逆旋转 年轻的选手 就是 扣动比较大 打得好的时候 什么都有 可能不定什么时候出毛病 所以有的时候呢 老运动员等待一下 也很重要 这就看出来运动员的技术全面 能攻能防 因为不像过去了 说以攻带手 我一攻你就守 现在呢 你攻 对方也攻 你必须要有手 就像你说的 扛几下就行 是吧 现在双方前两局是打成一笔 这是第三局 好的 出质量 你看 出质量就好 这轮接发球非常重要 他这个勾手发球 你觉得有什么特点 我觉得他发球质量一般 我觉得他发球质量一般 只要这个低宁接发球的时候 再出点质量 我觉得这球直接就上风 这太轻了 这不能这么送法 这像你说的 送正手的时候不能轻一点 而且接发球 你太轻了 接发球的时候 没有加旋转 而且没有加质量 你就这么一送过去 你就开始被动了 第一下接发球的时候 就要出质量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暂去主动了 然后再扛他两下 这个球基本上 是在你的控制范围内 没错 你看画面上叮咛的粉丝 这个对运动员来讲 也是一个鼓舞 好的 对的 超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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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比十一 第一板打中路 第二板打正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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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发球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枿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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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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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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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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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